新竹市政府現在主要就在高洪安的相關爭議 包括了他的人事讓大家覺得太奇怪了 怎麼會在你出訪的同一天 突然發布市府人員好多人都要下台 引發關注的來看看這一位新竹的前市長 這是檢調體系的蔡立青 原本大家認為高洪安找他是一起要來調查新竹的大球場 大家說會有所謂的大祕寶 據說裡面根本沒有所謂的不法 因此鬧出了兩個人不和 昨天這一幕來看看接下來九月十一號 他要去職副市長跟大家來道別 所有人都感謝看起來場面非常的感人 刻意不對高洪安來提感謝 這當中他還鬧出了所謂的百萬私家車 怎麼會有這麼多人都願意載你 到底有沒有所謂的對價關係 自己的市府官員來看看文化局長 不但沒有幫他說話 還認為相關的他指涉 原來早在前幾個月就有類似的爭議 他還在他要離職前說 謝謝提醒我要再忍四天 你要忍什麼呢 難道是因為你們的大家長市長 有太多的不法嗎 好不容易因為出訪的日本 在今天已經回到了台灣 接下來他要開記者會 他還沒有說清楚 相關的他有沒有住豪宅 以及私家車到底有沒有所謂複雜的政商關係 今天接下來他要開的是這個體檢工程在棒球場相關的爭議 相關的爭議你當然要說清楚 親上火線 只不過可能在市府的案件他沒有辦法好好的說 因為他自己官司殘身 包括的他被這個檢方所指涉的公私不分 而且貪圖小利 相關的到底有沒有爭議涉嫌領詐領費呢 9月25號會有最新的開庭 而且10月份也會重換高宏安 但不只涉灘之外 這當中還有呢 跟資策會所謂兩篇的期刊論文 你到底有沒有違反著作權法 比起涉灘更快 下週9月12號高宏安在瞞市府相關的市政 就得要提前來倒庭說明